大家好,我今天来赶局了,我今天出来甩货了,因为棚里面现在有一些花,有点砸手了,所以我出来甩一下,然后我再去进一些新的品种给大家分享给大家,但是今天好像不是特别对劲啊,大家看一看的品牌都没有人,除了做生意的人都没有一啥顾客。 而且天气特别的热,我今天一看人特别少,就歇下来就几盆花,还有一副盆花都在车上,我都没有往下拿,因为拿下来实在是太费劲了,都卖不了,都没有顾客,没有人过来,所以说今天真的是有点,怎么说呢,白出来了,有点出师不利的感觉。 然后刚刚那个阿姨在这儿砍价,砍了半天,砍完之后她又不要了,所以说我真的无语了,这么热的天气,我在这儿给她盯了半天,所以说这些花也没来过去,都是自己不挣钱,我进驾来的,进驾走,人家都不愿意要。 现在生意真的是太难做了,这个花我昨天才刚刚浇完水,然后我今天就被太阳晒了,这么一小会儿,今天实在是太热了,现在就已经打尿了这个,赶紧把它挪到车上去吧,现在真的是在这里不香了,现在你看这个叶子西花,都已经飘了。 你打扫是吧,第一路都客气啊。 是要买个西瓜吃吗?买个西瓜吃吧,带着孩子在这儿,全部容易的,孩子也凉快一下。 他就是走人,十个人都走人。 没五个人,讲到。 讲到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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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讲到。 现在大家就已经回家了,然后我们今天一上午的时间,一共才卖了五六盆花吧,六七盆花我也忘记了,反正就是六盆左右。 然后没有挣钱,卖了一百多块钱,没有挣钱,然后全部都是本打本来的,就是我们怎么进货,怎么卖出去,因为实在是今天没有人,生意太好做了。 那我们现在太热了,因为又有老人,又有孩子,我们就不载这儿了,就直接收拾这两花,我们就直接回花棚里了,所以我们就现在快收拾了,怎么了?不要了,不要放这儿了,放这儿了。 好的,咱们本期的视频就要到这里了。 在这里要跟大家说一下,就是咱们前两天评论转发德花土的活动已经圆满结束了,在这里呢,我们要恭喜一下德花土的这几零花友。 但是要跟大家说一下,就是我们今天准备发货的时候,发现咱们这个库存有些不够了,只剩下这一包完整的,其他那几包都是有些破损的,但我们这一两天会去补货的,所以请大家耐心的多等待那么一两天就可以了,我们一定会发货的。 那还有跟大家去特意的说一下,就是我们以后也会不定期的做一下这种活动,那我也不知道咱们大家在养花的时候会需要一些,家里需要一些什么东西,或者是我们缺什么东西,希望大家呢,在评论区里跟我说一下,我们下次在做活动的时候,会用先从这些东西里面去挑选的,那非常感谢。